这些年,我国的通信产业快速发展,广大用户享受到了越来越好,越来越贴心的服务,信号越来越强,上网速度越来越快,单位流量的资费也在不断降低。 可以说三大通信运营商功不可没,不过,就如同人无完人,企业也没有完美的企业,任何一个企业都会存在一些问题,包括三大运营商也不例外,为了抓住信息时代的契机,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客户,三大运营商也纷纷推出了各种不同版本的流量不限量套餐。 不过,很多用户开通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,纷纷吐槽,趁这个不限流量,就是一个坑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原来所谓的不限流量只是一个噱头,实际上既限流量,也限网速,到了一定的使用量,手机上网就开始转圈圈了。 于是行业内资深专家就出来解释,正在现有技术条件,想完成不限量是不现实的。 但是用户就问了,既然这样,广告为什么要说不限流量开着用? 这样算不算是虚假宣传物到消费者。 一些媒体也发表文章,对三大运营商的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,就在2018年的8月6日,湖南生五名员工商区,终于拿三大运营商,流量不限量,的虚假广告开刀了。 武林员工商区对中国移动,发布虚假广告,罚款人民币3186.25元,中国电信32500元,中国联通31657.05元。 虽然数额都不是很大,每家只有3万多元,但是意义却非常深远,这也意味着,三大运营商湖南,也会有人管。 中国移动,联通和电信,因这些虚假广告,收得全国首张罚款单。 执行处罚的部门,是湖南上武林员工商区,这一处罚决定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。 另外,也有网友表示,三大运营商不光在湖南武林员做不限流量的虚假宣传,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在做,是不是全国各地工商部门,也要借鉴一下湖南武林员的做法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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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